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5月3号 从五一开始吧 上海各个封控区 严管区就逐步的开始解封 之前大康老师还聊了一下关于贾清零的事 是吧 他敢叫名字 我只能说实话 贾清零 什么叫贾清零呢 就是有的社区里边啊 这个老百姓还没有做核酸呢 全部阴性的报告就已经发到了手机上 更好玩的是关于几个方舱的 某个某个某个方舱啊 当然不是一个啊 某个方舱里面出院的人数啊 每天都在打着滚的往上翻啊 每天都是历史新高 比之前确诊的阳性素质 这个长势还要喜人 但是我知道的呢 就特别魔幻了啊 说是方舱出院的人里面啊 有一些是头一天刚刚被送来的阳性患者 刚刚办完手续 甚至是后半夜两三点钟才送过来办完的手续 刚刚要躺下 早上九点告诉医生 你可以出院了 你已经好了 你已经好了 说我还没有测试呢 你已经好了 你看吧 警察叔叔们啊 费得那么打劲 这又是打 又是拽 对吧 又是拽门的啊 好不容易把这个阳性患者送到了方舱 哎 到了方舱是这么个对待 哎 多喊了上海警方的心呢 是吧 你这一点都不尊重人家的工作 你就想吧 这种情况都能出院啊 那么里边的什么真阳性假阳性咱都不聊了啊 上午刚刚做完核酸 报告还没出来 你可以走了 哎 有的那是拿到报告了 已经拿到了阳性报告 很开心 还可以在方舱里住几天 因为回到家之后 你还得自己团购啊 自己啊 缺吃少喝的是吧 在方舱好歹温饱不成问题吧 哎 所以大家都不爱走 但是拿到了阳性报告特别开心 哎呀 我今天又是阳性 跟老哥几个正在聊呢 哎 得抱得近一点 你附近有一个阳性 哥几个巴不得亲你两口 是吧 我可别阴性啊 可别把我送回去啊 回到家里边啥都没有啊 这挺好啊 突然之间就告诉你 阳性不算 你那阳性不算 等会儿老子给你改了 哎 老子给你改了 你回家吧 哎 把人塞到大巴里边 全给送回家了 哎 那么这个也就是假清零啊 不是 社会面清零 什么什么清零 那个词用的真是 都不知道怎么读了啊 反正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 那么在这个政策之下 各个小区也开始逐步解封 解封了之后呢 就昨天我发了一个视频 是上海青浦的居民啊 在逛超市的时候 逛餐厂的时候 就发现啊 特别是猪肉后边有个章 哎 那种工章就跟检验合格 检疫合格 核酸检测合格 那个章是一样的 啊 说是看到那个章上写着 是某地捐赠的物资 捐赠的物资 因为人家在家里疯了一个来月 特别年纪大的啊 老子在家里边施糠厌菜一个来月 饿的啊 差点没饿死 原来啊 原来给老子啊 那个捐赠的物资 给我们的救灾物资 全贪娘的让你们给贪了 全贪娘的让你们给卖了 哎 全贪娘的 对吧 所以情绪稍微有点激动 就在屋里啊 拿了一块肉出来 哎 在那个超市门口举着 你们看看我们的吃的 我们的肉 我们的啊 都被这帮玩意给卖了 哎呀 虽然这是一个事实 虽然你发现的有点晚了 虽然也有可能是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啊 老同志老王要说你两句了 哎 老王要说你两句了 在中国呀 你要知道 有资格 有权力 有能力 贩卖救灾物资的都是什么人 都是什么人 之前老王有好几期关于居民 公民的这个辩驳和分析 哎 老爷子应该看一看 那些人 那些人他们才是属于 可以享受警方保障 生命财产安全的公民 哎 他们才是我们没有 我们不可以的 明白吧 我们那个啊 叫剑阅 我们那个叫贩上 我们那个叫作乱 所以解到报警啊 有人贩卖救灾物资之后 上海警方果断出击啊 迅速抵达现场 把报警的和围观的都给抓了 都给抓了 你看吧 抓的就是你 一点都没错 就应该抓你 这就是我们的新时代 这个 你看吧 这事发到网上之后 当然也不是老王这一段视频啊 又有那么一群人开始喊 哎呀 上海暴动了 造反了 革命了 我在这一定一定要再次重申一遍啊 也是跟屏幕前的海内外华人朋友 以及体制内的某些朋友们说一下 上海人民没有暴动的心思 也没有想过革命 更没有想要造反 他们只是在表达个人的情绪和个人的意见 他们什么都没想过 不要听海外这帮傻逼革命家的帽子和罪名 莫须有的罪名 为啥我说这帮人是在扣帽子安罪名呢 他们脑子里边还是那个什么 镇臂一呼揭竿而起 笑距山林 然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 还是农民起义的脑子 哎 他们一脑子都是那个玩意儿 就是之前老王说一事无成的那帮玩意儿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 当然这个咱们是有共识的是吧 你们也知道 这么多年也拿他们当个屁放了 当个笑话开始吧 就算咱们今儿坐着就聊革命的话题 革命跟创业差不多的 就现在海外这帮一脑子小农艺式的 所谓的革命家宣讲的所谓革命 要团结起来 要那个推翻 要暴动 要造反 什么星星之火 可以留言啊 天天这星星之火 那星星之火的 就这帮玩意儿 他们就跟啊在国内这些站在各个讲台上边 各个会场上边那些搞传销的大师是一样的 给你讲 我们要这样创业呢 我现在告诉你八条 哎 只要你掌握了我的创业八条 那就无望不利 就这帮活 他们要能创业成功 他不再讲那个鸡包玩意儿的 他讲的那套理论 要是有用 他绝对不再告诉你的 明白吧 中国人啊 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这个玩意儿 我们的史书 我们的政治书 我们的语文书等等吧 那连课外书都算上 上面写的描绘的 允许展示的 只有农民革命 农民起义 什么皇朝张角啊 什么陈胜吴广啊 什么李自成啊 什么义和团 不都是农民起义吗 到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吗 都是很快被干掉了吗 不都是在革命的过程之中 采取了惨无人道的手段吗 所过之处啊 片瓦不留是吧 十四九空是吧 所以这种东西 为什么会根深蒂固的存在于 这一帮傻逼的脑子里呢 第一 他们是接受的九年义务教育 第二 第二 这种所谓的革命也好 所谓的创业也好 是完完全全 不可能成功的 哎 不可能成功的东西 才告诉你们呢 才告诉你们呢 哎 你看老王讲的有没有道理 今天可能喊 我们要革命了 嘿嘿 怎么可能 教科书上都敢 唐儿皇之写的那么细致的 所谓的革命 哎 所谓的造反 所谓的啊 那必然是不可能成功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呀 所以 明白了吧 当然讲这些 我不是要解释什么叫革命 也不是想跟大家去分析什么啊 灌输什么 跟大家宣讲什么 我只是要证实一下 天天用这套逻辑啊 瞎鸡巴喊的那帮傻逼 哎 然后呢 国内这边哪里 别管哪吧 别管因为什么事 甚至是别管因为什么事 哎 有点什么群体性事件啊 老百姓啊 通过合理的方式 合法的方式 或者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啊 这个情绪激动的方式 去表达自己合理的诉求 这个是很正常的 这是没问题的 他们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想法 没有 绝对没有 明白吧 你看上海宝山这儿 太过分了 整个啊 大家可以去翻 从上海封城 4月1号2号 我回到天津开始恢复这个视频之后 第一个被点名道姓翻出来的 就是公然贪污 也不算贪污吧 公然垄断 也不算垄断 公然把政府以及全国各地支援来的这个民生物资 以及当地超市的这个民生物资 全部掌控在自己手里 全部囤积到自己手里 然后贩卖给辖区内居民的行为 就是宝山区的区委的几个干部 哎 包括几个副局长 不是一个了 哎 还比较聪明 哎 还把自己挂名 以及自己老婆挂名的那家商贸公司给注销了 然后又开了一家 我靠老王是干嘛呢 我靠我他妈干物流的 哪个干物流的手里边不弄个十个八个的匹包公司 玩这一套 哼 我是你祖宗 所以整个上海这个封城这一个来月最惨的物资最匮乏的啊 花了最多钱买了最差的东西的并不是那个张江啊 也并不是洋谱和青谱而是宝山宝山是最惨烈的地方也是最惨无人道的地方 当然按照辩证思维啊 凡事都有两面性吗 凡事都有好的一面吗 哎 好的一面是挣钱最多的啊 就是宝山区的那些人 嗯 人家挣钱 人家下手早啊 人家啊 做得狠啊 人家干的绝呀 所以人家挣钱多 哎 别看你们破东破西 这是什么经济繁华繁荣 有钱人多 没用 哎 你们不敢 对吧 你们那外国人多 哎 你们那名人多 你们那官员家属多 那就倒了没了 是吧 所以最近几天啊 从这个五一开始吧 陆续有这个居委会被老百姓攻陷的啊 也不是攻陷 这个词不好听 是居委会常溺救灾物资 囤积民生急需物资的仓库 哎 老百姓发现了 于是呢 就引发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 哎 你看吧 老百姓关在家里边 贴吃贴喝的时候 哎呀 又自杀 又跳楼 又要干嘛的 居委会到现在没发现一个羞愧自尽的 不但毫无羞愧之情羞耻之心 反而报警 哎 只要老百姓发现了他们藏匿物资的事 发现了他们倒卖物资的事 发现了他们发民难财的事 他们就报警 就报警 警察来了之后 一定会主持公道 哎 前边咱们用过两个词 就是用合法的方式表达合理的诉求 哎 你看这句话很文艺吧 哎 跟主持公道是一样的 中国话你要会听 你要知道什么意思 哎 其实这句话就跟恶意是一样的 恶意返乡 恶意讨心 明白吧 重要的是缺乏一个主语 到底由谁 由哪位 哪个人 哪个组织 还是哪个部门来判定你 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是善意还是恶意 你表达诉求的方式是合法还是不合法 哎 是合法还是不合法 你老子说了 说我说你合法你就合法 我说你不合法你就不合法 我说你的诉求是合理的 就是合理的 我说不合理的 你就是恶意的 你就是恶意的 那么警方到达现场之后 大家也看到了 哎 人家的确是来主持公道的 那是维护正义的 充分保障了 他们应该保障的那部分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以及所有的权利 这个 啥叫公道 这才是公道 这才是公道 哎 千万不要理会错了啊 今天5月3号 我看保山区几个村的村民啊 又自发的 纷纷的聚集到了这个区政府门口啊 要求下台 要求把贪官交出来 我们要活埋 点个天灯 虽然这个诉求都不过分吧 但是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不合理啊 特别是我听现场的几位朋友给我发来的直播啊 说他们喊那个口号喊的太楼了 对着一大帮警察你们喊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啊 执法为公 立法为民 人民警察为人民 为人民服务 啥呀那是 会不会喊呢 有没有点文化啊 有没有点文化啊 这个 我爱上海 我爱人民政府 我爱警察 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来 你这个诉求是不合理的 也没有人会觉得你表达的方式是不合法的 我跑到政府门口表达一下我爱政府的情怀 谁说有问题 就跟文革时期学校里边考试的时候 学生遇到不会的提议就写上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三面红旗万岁 大跃进万岁 人民公事万岁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来表达的诉求就是我爱警察 我不想说别的 拜拜 朋友们好 我就王爱国